哈囉大家好我是Stan 我們今天就要來玩這個英雄你好狗 我們現在來開場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最新的禮包序號 那我們一樣到這個輸入禮包碼的地方 然後輸入這個最新的 GOD C7 VCA 我們可以按下方的兌換 這邊的話拿到的獎金還算是挺不錯的 點券還有招募七月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的話是這個 GOLIN7AFD 這應該是LINE群組的序號 那一樣對話也是拿到相同的這個獎勵 那我們今天的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好用的橙色寵物 我們橙色寵物的話是有非常多嘛但是大部分玩家都還是 只使用這個紅色的寵物進行 陣容組法 那大部分玩家都還是使用這個紅色寵物進行陣容搭配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介紹幾隻 好用的這個橙色寵物如果有在打相對應的主線啊或是推塔boss 那也是可以稍微試用看看 說不定的話打的這個效果會比我們上陣這些 紅色寵物來的好上許多 好那首先的話是我們的這個 推主線喔 我們推主線的話大家應該都知道可以上陣一下我們的小紅帽 比如說你是練我們呂布你就可以呂布搭配我們小紅帽 或者說關羽搭配我們小紅帽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一直讓我們的這個 主C釋放這個主攻技能 並且呢可以節省很多其他這種 其他寵物的 攻擊動畫 可以看到他的所有技能都可以為 隨機一名有軍添加50點怒氣 然後他本身被動技能的話普通攻擊 也有機率增加怒氣然後的話 鼓 也可以開場就增加50點怒氣 就是說一開場就可以直接 釋放一個大招 那個呂布的話就可以直接 把對面直接全部秒掉 推關效率會大上非常多 所以說前期的話也是主要推主線 可以上陣看看我們的這個小紅帽 那現在推薦第二個橙色寵物也是比較偏向這個呂布 也是比較強的 那就是我們的貂蟬 貂蟬的地方在於他700的 開啟了這個狂怒技能 開場的話就直接提升我方全體有軍的15%攻擊 還有10%的砲擊 要知道我們的呂布 他的攻擊會吃到暴擊 所以說我們前期的話讓我們貂蟬上陣 可以在前幾回合就直接把敵方秒掉 那這個尤其在我們推塔 可能呂布推塔上的話就比較需要 上陣貂蟬 畢竟這個對面的角色通常都是血非常厚 要這樣把握住前幾回合把敵方給秒殺掉 這樣的話 呂布在推塔的路途上才會 比較順利 好那現在來推薦一些 平常在打這個怪物入侵 或者說打這種主線比較難的關卡 可以用這些神色寵物 好那首先推薦第1隻就是我們的這個國隊長 不要看他這個外表 這樣看起來很爛爛的 他本身的這個技能組是相當優秀 首先他最重要的技能就是他的這個被動技能 普通攻擊是有75%的機率使目標暈眩 兩個回合 這個暈眩兩個回合就相當重要 才可以搭配一些其他角色把這個王 控制的一動沒辦法動 然後接下來他主動技能呢一樣是有這個暈眩效果 那不過呢機率是只有30%而已 所以說他基本上每個回合都是有機率 暈眩到對方 就算這個主動技能沒有中 他下一回合 還是可以靠我們這個主動技能 進行一個暈眩的效果 反正現在下一隻的話是我們的宙斯喔 我們宙斯的暈眩效果是直接來到100%喔 不過他暈眩回合的話是只有一個回合 他主動技能的話也是暈眩一個回合 那機率的話是 相比狗隊長高了5% 所以說大部分玩家都還是選擇上陣我們的這個 狗狗隊長會比較萬用一點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角色像是我們的斯巴達 一樣是有針對這個敵方 攻擊力最高的單位 他一樣的話也是暈眩兩個回合 不過他的被動技能比較偏向是降低防禦還有速度啊 這個的話也是可以打Boss稍微上陣一下 降低這個防禦還是蠻重要有些Boss的話 他的防禦也是相當高 好那以上推薦的這些橙色寵物就是你們在打一些特定的關卡可以稍微 嘗試攜帶看看 說不定會有額外的這個成效 就比如說我們的這個怪獸入侵 我們的陣容原本是長這個樣子嘛 那就可以稍微把我們這個九層童子 九層童子的話是只有普攻有20%的機率 這個機率可能會太低喔 你就可以稍微 帶一下像是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個狗隊長 雖然戰力的話是會下降一點 但是不要看這個數字 可以稍微去嘗試看看 你看一下我們現在他就直接打到這個 最高傷害 而且傷害的話其實沒有降低特別多 大家都是可以來互相這個 使用看看 這個的話可能打這個boss 比較不容易看出效果 要打那種比較 可以有這種非常多控制的boss 那他暈眩沒辦法放出這個主動技能 也是比較重要的 好吧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個英雄你好狗的 超強橙色寵物分享 推薦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最新的FUNHERO 後面加上一個數字2 FUNHERO數字2 那就可以按下方的兌換 這個的話就可以達到這個最新的點券 招募7月還有一個狗糧袋喔 FISH3個6 FISH3個6 那一樣可以按下方的這個兌換 是他這個粉專 達到66666個人的追蹤了 好那就可以拿到視野槽 還有一些招募7月以及我們的這個點券 好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呢是這個 FISH FISH 然後3個7 FISH3個7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是可以拿到這個點券 招募7月還有你的視野槽 這個FI 然後SH 然後記得是3個8 FISH3個8 可以按下方的兌換 這裡的話就可以拿到這個釣魚的10個視野槽 那麼可以輸入這個最新的 這個GOGODIS 然後CORD 這是Discord序號 那推薦你們也可以加入一下他的這個社群啦 那就可以第一時間拿到這個序號 好可以注意一下這個大小血 好那輸入完的話就可以按兌換 就可以拿到我們的點券骨頭帶子還有10個 這個綠寶箱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禮包 FUN FERO FUN FERO 就可以按下方的這個兌換 就可以拿到這些綠寶箱狗糧還有100個藍點券 那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這個改版禮包 這個E 然後ND 然後LG IFT 就是ENDL 然後 GIFT 好那兌換的話可以拿到這個 青銅硬幣 好這個288個點券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GOGO 3個8 GOGO3個8 好可以按下方兌換 那這邊的話會顯示我今天兌換果 但你們的話是應該還是可以兌換 好那麼這邊就可以輸入這個禮包嘛 然後這個 GOGO GO GO HERO3個9 好那輸入完之後就可以按兌換 就可以拿到188個點券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這個GOGOGO然後一樣是3個9就不用加上這個HERO 這個大小型應該都是可以的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再拿到 兩張的這個招募契約 然後還有這個狗糧 好那我們可以輸入這個禮包碼 這個DLOPEN GIFT 然後可以按下方兌換 這邊的話就可以拿到點券藍寶箱還有綠寶箱10個 那接著下一個呢是我們這個 RANKINGNOE 那按下方兌換 這邊的話可以拿到這個 袋子 狗糧袋 還有我們的骨頭袋子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DOG 999 DOG 39 那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拿到這個點券狗糧還有骨頭 這個新手開局的話是非常棒的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DOG 2023 DOG2023 那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拿到大量的點券狗糧還有金鐵 那最後一個呢是我們這個GOGO2023 好那這些還有一個 限定隱藏的禮包碼是在我們的雷電商店 那你們可以點開這個禮包 然後在這裡的話就可以看到這個英雄你好狗送999抽的 雷電專屬禮包 那你們這邊的話可以來登入一下你們的Gmail帳戶 然後把這邊的虛寶兌換碼複製到剛剛的禮包兌換地方 這樣的話就可以成功兌換 然後夜神的話一樣是有這個隱藏序號你們可以回來到這個 畫面然後到遊戲中心 這邊的話會有一個優惠 然後再右放這個 專屬禮包這邊的話會有這個英雄你好狗的 夜神專屬禮包 這邊的話一樣是可以點擊領取然後登入一下 你的這個 Google帳戶就可以領取 這新的 bold 可以 感谢观看